天豪公开课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豪公开课 2021年的中国大陆 有种不寻常的气氛 不知道各位感觉到没有 我隔着海峡都能感觉到 这应该是不平常的一年 首先是风光了近十年的首富马云爸爸 自我来从996福报神坛跌落 再来就是我们上次谈过的 整顿补习班 砸掉了上千万人的饭碗 以及扫荡演艺圈劣迹艺人 许多去年还红得发紫的明星 现在纷纷成为过街老鼠 当然了 还有这两天刚刚公布的整顿 精神鸦片的新规定 比起我们这边的政府 感觉对岸政府没有什么投鼠机器的顾虑 一套组合拳打的雷厉风行 种种规定都当然 有一种山与欲来的素杀之感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 那应该就是 闹够了吧 该有人管管了吧 这当然不是第一次 我想应该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如果你对中共的历史有比较深的认识 那么这些整顿 应该会让你觉得有点似曾相似 如果你并不太熟悉 那么让我来说一段 关于整顿社会风气的历史吧 严打 是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简称 2013年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 汪明亮老师曾对严打 给出一段很提纲窃领的解释 严打能够起到展现国家尊严 以及安抚公众的作用 具有在面对犯罪与不安全时 抒发紧张感与维持团结一体感的功能 是一种标准的表达式正义姿态 是啊 表达式正义 这个定义下的真好 在社会有太多不公不义的时候 就该严厉的打击犯罪者 恢复公众对政府的信心 迄今为止严打总共出现过四次 第一次是1983年7月 接下来1996年、2001年、2010年 都各有过一次严打 主要都是针对恶性犯罪事件的 照理来说 这几年大陆社会治安相当良好 谈不上有什么恶性犯罪需要打击啊 那为什么我会想到严打呢 因为啊 这些事件的本质都是巧取豪夺 只是手段上的区别而已 从已经曝光的新闻来看 在虚拟的网路上 在某些圈子的阴暗角落里 需要被整顿的事情 难道还少吗 这几年来蓬勃发展了那些产业 举番网路金融、校外培训、偶像网红 虽然这些人似乎并不上街民抢 但是刮钱可能更狠啊 这可是暗暗的累积了相当多的民怨啊 从9964福报到日新208万还讨漏税 你觉得广大的底层真的福气吗 从2017年人民的民意的热播 到2021年扫黑风暴的热播 似乎也说明了老百姓希望能有一次大整顿啊 其实台湾人对这种情况并不陌生啊 在官员贪腐严重的1990年代 包青天的热播反映了同样的群众心理啊 那么多年后的历史会不会记载 2021年开始的这一系列整顿 也是一次严打呢 我并不能确定 毕竟我们只是吃瓜的 但是呢我知道一件事情 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 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发展 你很难用西方世界的理论来解释 更别说是预测了 中国的事情 通常都只能从自身的历史来找脉络 所以这次我来帮大家回顾一下过去 希望能给大家观察时事一点参考 好了让我们回到1983年吧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呢 距离1976年文革结束 已经过去7年了 距离揭开改革开放大幕的 11届三中全会也已经5年了 今天全世界呈现的中国经济奇迹 正要开始 站在将近40年之后回看 你是不是感觉那个时代的人 根本就站在一个巨大的时代风口之上 感觉做哪一行都能成功 只要能累积几套房产 后半辈子就有辉煌人生了 别的不说 我有几个住在沿海城市的哥们 每次喝酒都要把这种感慨说一遍给我听 不过这只是一种错觉 相信我 真的让你穿越回去奋斗几年 你恐怕还是很难混出头 因为那是一个压力锅即将引爆的时代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累计代业人数 已达2000万 注意哈是1979年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代业人数的最高值 当时北京市代业人数40万人 占全市总人口8.6% 平均每2.7户城市居民 就有一个代业人员 这些代业人员 多半是刚刚结束上山下乡的返城之亲 剩下的呢 则是新增的城市闲散人口 就是那些从学校毕业之后 没地方安排的那种 怎么会有这么多代业人员呢 这就要从上山下乡运动说起啦 说起上山下乡 大家都会觉得这是文革时代的特产 其实1950年代就开始了 这场运动起源自河南省平鼎山市的甲县 1955年 当地县人府安排中学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 这个计划后来被写进了 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 收入于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 然后这篇文章获得了最高领袖的评语啊 这也是一篇好文章 可做各地参考 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 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的到那里去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 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不知道为什么 听他说这种话就觉得特别有说服力啊 此后广阔天地练红性 就成为吃事青年的使命啦 但是一开始规模并不大 也不是人人可以参加了 想去还得经过挑选 属于样板性质 这是第一批上山下乡啊 然后十年后文革爆发 黑五类家庭的子女被认为政治不可靠 升学就业都不可能安排啊 前途一片灰暗 于是大批青年纷纷自愿上山下乡 一则可以避祸 一则可以洗白自己的政治不正确啊 这是第二批上山下乡 再然后中共中央决定要终结红卫兵狂潮 1968年12月人民日报引述毛泽东指示 指示青年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这让上山下乡真正成为大规模的青年迁徙运动 整个温格时期 上山下乡的执行达到1600多万人啊 估计有十分之一的都市人口被迫前往乡村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啊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反都市化行动 这与社会发展的规律是相违背的 显然不能长久 等到文革结束 知青们就纷纷要求返城啦 但是这么多人同时返回城市 有地方可以安排吗 没有 用现在的语境来说 这一千多万年轻人就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啊 要知道 那可是文革刚刚结束的时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连刑法都还没正式颁布的时代 你要这些年轻人守规矩 那真是圆木求鱼啦 很快的 这些年轻人当中不安分的家伙 就把文革当中砸烂公检法的狠径 拿出来犯罪了 有多严重呢 我们举几件惊动党中央的特大案件来看看吧 1979年9月9月下午 上海爆发控江路事件 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 是改革开放后的商业聚集区啊 当时上海市从民舰跃进农场的工人徐永康 因为抢夺农民出售的螃蟹 与民警发生争执啊 由于徐永康拒不认错 民警就扇了他的耳光啊 这引起了围观人员的聚集和骚动 最后爆发群众性事件 群众抢夺民警的警徽和领伤 现场逐渐失去控制 事发后 杨浦交通队出动了20名干警 前往维持秩序 但是群众情绪激动 当场有3名民警被打伤 中队长为了避免扩大冲突 未经寝室上级 就将全部民警撤离现场 这让当地的群众更加失控 最终现场聚集了近2000人 这些人一开始向公车投资10块 接着就抢夺路人的手表 皮包皮夹 最后发展到群体侮辱妇女啊 此次骚乱共发生8个小时 直至午夜时才结束 隔天这件事件震动全中国 惊动党中央啊 这可是上海市中心啊 居然发生这种事情 显然的 两个月前刚刚颁布的刑法 并没能吓阻这些人 然后野火开始疗原 1980年1月 广州市发生习杀民警的冰江路事件 1980年10月 北京火车站发生自杀性爆炸案 死伤89人 1981年4月 北京发生北海公园事件 三名外讨劳教人员 性侵三名女中学生啊 我问过我在大陆的朋友啊 年纪比较大的呢 对这些事情都印象深刻啊 因为他们都住在上海啊 1982年 中共公安部获报刑事案件 总共74万件 其中大案就有6.4万件 包括大量的抢劫杀案件啊 到了1983年前几个月 各地发案率猛烈上升的势头 并未缩减啊 如果再不动手 恐怕就不可收拾了 那么邓小平注意到了吗 我想他注意到了 1983年7月19日 邓小平在北戴河 听取公安部部长刘富之日 关于严重治安状况的汇报 虽然整体报告并没有都在公布啊 但是我相信他当时听到了以下案件啊 为什么犯罪事件会这么集中的突然爆发呢 现在学者们普遍认为 重点在于刑法太宽 不足以警惕犯罪者 对于1979年颁布的刑法 民间流行一段评语啊 坏人神器 好人受气 公安怨气 为什么坏人能神器呢 这听起来不可思议吧 这可是中国耶 最近啊 某男明星涉及性侵害的案件轰动网路 其实40年前也有类似的案件 我来说说这件旧案让大家比对一下吧 犯罪主角叫胡小阳 陈小萌 胡是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师子 陈则是上海市委常委陈其武之子 这两名牙内啊 经常打的父亲的旗号 以帮助招工调动工作 参加跳舞为名 吸引年轻女性赋约 然后再加以性侵 案发后调查 总计性侵妇女51名啊 这两人胆大包天到什么程度呢 陈小萌是民主与法治杂志社的记者 他每次犯案之后都要写成报道 几年之后他居然写成了一本厚厚的彩花大忌实啊 胡小阳则热爱摄影 他会把犯罪过程拍成照片保存 当然啦 这些后来都成为让这两人被枪决的证据啊 从这些人的行为 你就能想象当时的气氛 跟这些人讲道理 显然是行不通了 那就严打吧 1983年8月25日 中共中央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出台 当天中共中央召开全国政法工作会议 赵紫阳发表重要讲话 中央决定以三年为期 组织一两次三次战役 按照依法从众从快一网打尽的精神 对刑事犯罪分子予以坚决打击 那么打成什么样子呢 这场严打自1983年开始 持续到1987年1月结束 共分三个阶段 历时三年零五个月 在此期间 共逮捕177.2万人 判刑174.7万人 光是第一阶段便枪毙了24000人 严打期间死刑都是公开执行 被公审宣判死刑的犯人 需游街示众后才押赴刑场行刑 每次行刑前面由鸣着警提的警车开道 后面紧跟着一辆辆大卡车 每辆卡车上站着一名将要被执行死刑的犯人 行刑车沿路播放广播 控诉犯人罪行宣传严打 路过了大街小巷往往以来无数百姓围观 当时各地的校园还经常张贴 审判犯人游街示众刑场行刑的实景照片 让年轻的孩子对法律的威严产生具体的印象 这几年打下来中国社会风气为之一变 犯罪的风气被遏制住了 要知道当时的口号可是 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 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 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 当然啦 这样也有一些副作用 现在在网上常常流传的 当年那些被误杀的案例 比如说 北京某大学王姓余姓两个女生 光天化日之下 在湖中脱了衣服裸泳 两人被捕之后 王姓女子被查出 与多名男性有过性关系 最终以流氓罪与裸泳被判处死刑 网路上还能找到当时的照片 实在是令人唏嘘 这显然是罪不自死的 当然啦 还有一件更有名的明星流氓罪事件 那是当时的明星 陈志强的遭遇 陈志强在1980年代初期的大陆 属于家喻户晓的当红明星 他曾经被评为第二届全国优秀青年演员 并且是受到中央领导接见的明星 论风光程度 绝对不在前阵子出世的那位演员之下 然后他就被逮进去了 事情是这样子 1982年他到南京拍摄影片 月到中秋时 八九个男孩女孩经常在一起玩 听着邓丽君的《天咪咪》 几个人会跳贴面舞 看一些不可描述的小电影 当然啦 那些不可描述的情节也是必须发生的 这种行为在演打开始后 被揭发为集体稿不正当男女关系 于是演打开始之后 人在河北拍片的池之强 突然就被南京市公安局上门拘捕了 那么结果呢 本来这件事也没有受害者 公安部门一开始只打算批评教育了事 没想到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后 以以目上的星星生活中的罪犯为题 发表报道 虚构渲染的强奸轮奸等情节 这里要说明一下 后来查明并无此事 这些情节基本上都是记者编的 但是当时全中国都在严打的激情下 报道一出举国揭约可杀 一天之内南京公安局收到无数愤怒的电话 像这样的败代流在干什么 我们在等待工人加壁啊 这下子 但是慈志强算是撞在枪口上 最终呢 慈志强暗流氓罪论处被判监禁四年啊 不知道这个案子有没有让你想到 最近某位男明星的案件呢 太阳底下真是没有新鲜事啊 一股论惊也总是会让你有很多感慨啊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希望你会喜欢 也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